王永复今年63岁 家中排行老大 还有两个妹妹 40年前插队在外 2007年漂泊在外的他 才重新回到北京 我没有对我做错什么 我都不就 我无所谓 你厉害就厉害没关系 后来我为什么不上那儿去 你去到那儿脸 不是鼻涕鼻涕 说话在门前 什么时候你人家 还奴了 你又这样的大 他说了话在门前 他爸爸平常是挺老实的 也没那么多心地 大得咧咧的这么个人 然而亲人的团聚 却并未带来任何欣喜 兄妹之间的相互指责 让这场久别重逢 变了味道 面对第三调解师的镜头 大哥王永复 似乎有着一肚子的委屈和猜忌 他深深地怀疑 妹妹王永和 握着本应当属于他的地理 他怎么想的我知道 我不是说他 他到底对这个事他怎么想 我就知道他现在 对我隐蔽 整个的签证过程 包括赔偿这个 全部都会有钱的 说实在的 就到现在 我给你多少钱 你也认为我是应该给你的 一开始要一百万 好家伙 跟疯了似的 干嘛呀 因为我这病 您那儿怎么 胚着背着带着 您小酒喝着 跟您那儿 就一呆 两嘴一翘 提及哥哥的猜疑 妹妹王永和 与妹夫刘宝庆 更是气愤不已 他们回忆到 当年是自己伸出援手 帮助大哥王永富一家四口 落叶归根 而当初的好心好意 如今却遭人算计 自己俨然当了一回东郭先生 后来这么着 后来这个他弄回来的 弄回来呢 说的什么呀 这户口 你从哪来的 不是你从哪走的 你还回哪 因为他是从储存区走的 这户口还得回储存区 储存区没地儿落呀 只能落到他们家 因为我结婚嫁给他了 对不对 我住的房子是人家家的 他把户口就落到他们家了 所以这次 刚落落 2007年12月25号上的户口 当时那时候 我还跟他说 我说我特别 我非常感谢你 他说我 我说我自己抢 他来一句吗 我不用你救我抢 有什么抢 我不用你救你 大哥顺意落户的几年之后 当地就面临拆迁 而这场亲情间的援助 随之变成了一场亲情间的怀疑 他不是说老怀疑这拆迁协议 就是一张惹我也麻烦吗 对不对 所以让他上法院起诉 到了法院 说说带的 说说带的 我那天我就说了 你打的联合国 我也是一张拆迁协议 为了帮助王家兄妹 解开心中的困惑 化解彼此的猜疑 第三条解释栏目 特邀北京市丰台区 人民调解员欧阳明奇 刘爱玲 心理专家赵维刚 以及律师宋先丽 参与本次调解 其实现在他怀疑了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两个房子 这个给他这个名顾 说房名顾 他现在住的这个 他们也开签之后 有一个名顾 他们也让给他了 开签补偿协议的 这个明细这个问题 也是大哥比较质疑的一点 这个咱们在节目当中 也可以给明确的指导来 其实这个 我觉得法律点是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们兄妹这间这个感情的问题 如果感情好 他也不至于说有这种怪异 其实他们现在没有根本 他哥哥是什么怪异 对 他们也没有释放 对 他们就是妹妹说的 哥哥是我的心 但是咱们现在目的 可能你们这两个 你们兄妹这样 我教的已经是太棒了 这是人家的妹 先调解室 欢迎来到我们的调解现场 今天首先来到现场的是 王家的大哥 王先生 王冰豪 是 给我们来打电话求助 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四个宿舍 第一个就是我的房子 房子情况单纯来说 我现在一个一个宿舍 就是弄清我的房子 到底是怎么来的 您现在住的房子 这我现在 我现在住的房子 弄清是怎么来的 对 还有什么 手续 这个所有的手续 我现在这个房子 现在我只有一张房子 所有的手续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钱 为什么记得我说钱 两年了 大县年 我从来没提过 这回过刺激太大 所以 有什么原因咱具体来说 待会儿如果有专家 学者一问着我 我就说 这是第二个学者 钱一定要弄清 一分钱我就容易要 现在就是 当我现在开始说 可能是 心里心里比较激动一点 一分钱我都得用 你去到那儿 脸不是比的 比的不是脸不是脸 你自己都没房 对不对 交我的钱 一分不能房 这有你什么钱呀 一分都没有你的 人家谁给你儿子呀 你房子你能不要 你不要咱姊儿住去啊 房子你住了吗 你打的连锋伯解 我也是一张开钱协议 第四个 还有啊 对 第三是什么 第三个 就是这个 因为那拆钱有一个 有一个三万块钱的这个 签付我给的钱 现在通过我的 通过我了解到的情况 我知道的情况 这三万块钱和他没有关系 和他们没有关系 因为这三万块钱是 国家安置人员走出去以后 谁签到六环 或者五环以外 谁付我签到这个钱就谁了 因为这签点钱了嘛 嗯 还有一个 第四个 就是我希望通过咱们的调节以后 他能认识到以后将来 不管 我还有后续好多问题 可能需要到 他这个 这个拆签的一些手续 需要我用 我为什么这次能来 就是因为我要用这个 我遇到阻力了 他不让我用 不让我用我就办不成 四点要求 我要四个诉求 这四个我就 他就摆了 我摆平了就行了 刚刚坐进第三曹解石的第一现场 大哥王永复便急迫地提出了四点诉求 而这些诉求 全都是围绕着一处位于朝阳区马居桥附近的 落于他名下的房屋 因为我没有房子住 我说我 他一开始都是分在马居上 我还真不要 我说就完全太远了 好像我一查都六房外边了 我说我就不要这房子 他说那你不要那没有房子 跑着中下隔了一段 我不要了我就不问了 对吧 等到过了一段时间 人家我们一块吃饭邻居 邻居吃饭朋友都劝我 你这房子你得要 还我老外也劝我 你这房子你不要 你不要咱上哪住去啊 因为我申请了经济信用房 这经济信用房 老也下不来 根本就没有房源 他说你现在有房子你为什么不要 北京弄一套房多难了 他七十六房的话你要来 你先要来 这么一做走动我一动 我说要我那要吧 后来我就找了找了 跟我没说 那我说我要 后来就没要 没要呢哈 其实不要就是我也挺后悔的 我儿子现在也后悔啊 我儿子说说咱还不如要了呢 说实在的 马居强那房37万 现在你137万你也不卖 对不对啊 他就不说这个 那还得跟我要钱 我该你的 真是的 事实上 这处位于马居桥的房屋 是当年妹妹家拆迁所得到的一个购房指标 然而哥哥王永复认为 表面上看来 妹妹将利益拱手让给了自己 实则是自己的利益 早就被妹妹侵占了 她是打心眼里是不愿意去 你知道吗 就是把这个指标给她了 你知道吧 就是现在别看住在那儿了 打心眼里就是 不愿意在那儿住 不愿意在那儿住 你有钱行啊 这个都没别的房子 你趁一千万你可以买 你可以买那个天安门那儿的房子 对不对 你不是没有吗 那您这套房子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说我就问了 您问我问的很好 我就问了 我现在也问这个问题 我这房子怎么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能到我这儿 您这房子是不是拆迁拆来的呀 是啊 是拆迁拆来的不错 我就想知道 当初我这房子来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花钱买房 花了多少钱 37万 就叫你38万 在什么地方 马鸡桥 通州 那套房是我们的 他那套住的这房 也是我们给他的指标 他现在马鸡桥那房 他马鸡桥那房子 他马鸡桥那房子 现在已经挣了100多万了 房子你都住上了 你到现在你还没来 你瞧这样 您说说来的 有这样的吗 我们老爷子 我都没让住去 98了 在养老院呢 国大负责 76 单价多少 单价4千9万 2011年马鸡桥的房价 您了解吗 商品房的价格 商品房我应该知道吧 一万多 对啊 这不就是利益吗 是人人不问他了吗 这不就是利益吗 要这么算 如果说 您要提这个问题 我不能反驳 你知道吗 我不想说这个事 不是这事 我如果买了房子 我四千就买了房子 我一万五有卖了 我住哪儿 我这一家人四个人我住哪儿 我买的房子就是为了居住 我没有别的 这个房子来了 所以说这现在就说 房子指标问题了 你问这个问题 就现在是指标问题了 我还正想弄明白这个问题 如果通过今天 今天的条件能弄明白 我很高兴 妹妹王永和说 当年为了帮助大哥顺利返京 在丈夫的允许下 他将大哥一家四口的户口 全都落进了公婆家的老房子里 那天晚上他上我们家 他说 他说那个什么 说你得给我写一那什么 我说写一什么呀 他说哪个写一个 说得让你给我住住房 他说要不然我的户口上不上 我当时爸我心里 我心里也挺别扭的 我的住房还住的是人家的 我怎么给你提供 对不对啊 他说要不然你要不写 他说我父子都上不上了 我说那你就只能写吧 写完以后我们俩人签了字 那07年写的时候 你想想 07年写的时候 我们家还没房子 我们家就是这六七里的房 不到六七里的 就这小三居 他还有一老爹九哥了 我们都在一块儿 一个儿子 这个什么呀文静元本子 我补充补充 这我这房啊是我的房 我们家老少三辈这是什么 妹妹和妹夫认为 当年自己好心 让大哥一家的户口 全都落入了老房中 直到2009年 老房面临拆迁 而妹妹王永和 将拆迁获得的一处购房指标 让给了哥哥王永复 一番好意 却招致哥哥莫名其妙的指责与怀疑 究其原因 这一切还要从六年前大哥一家返京说起 我是知青回来的 知青回来通过知青 通过知青 通过劳动局办回来了 办回来我户口落的 我妹妹那儿 这是007年 07年的12月十几号 07年年底 嗯 回来之后 回来以后 其实回来以后 我也就 也还是可以 都都不错 挺好的 但是中间发生好多事 您的户口落在妹妹那儿 他从徐州来 他从徐州来之后呢 完了他没地儿落脚 现在他就回不来 他找到我来了 我因为房主是我刘宝庆 那我落你这儿得了 这事儿还有挺的什么的 原先说过 原来还 后来我们通过就是 这不是我们的大轿子吗 都同意他了 然后暂时就跟他这儿就是落了脚 别的什么都没有他的事 那您住哪儿啊 我住的我大妹妹 还有个大妹妹 对 我住我大妹妹 那为什么住 就是要人户分离呢 人户分离 他当时 当时 他那就是解决不了 他没有房子 他那房子也定下 但是根据政策 您的户口是只能落在那儿是吗 对 他也不是说只能落在那儿 就落在那儿 还因为我出雲区走的 嗯 现在出雲区走一个半 还是落在那儿 好的 因为他比较好弄啊 嗯 我住的还住我大妹妹 说实在的 假如说这户口 我要是不让他落在我们家 哎 所有的人都得说我不是人 都得骂我 你知道吗 我早想好这问题了 我收留你了 你从外边四格 你逼着扑个卷来了 哦 你你就是他住的我 住的那个我们的大姨子那儿 你说你说多美的事儿 户口落在那儿我很支持 我好高兴 但是 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对您 我 我如果知道今天这个结局下 我这户口都帮你上 是啊 我这也没卖后悔药吧 坦权房吗 对坦权房就是 就是他的房子 就是说是我的名 我的名你就有权利要了 上拆先办也行 上街道办事住也行 什么也没有他的 当时我说的概念不准确 当年为了让哥哥能够顺利落户 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 妹妹王永和 还曾经郑重的写了一份证明 内容为 他承诺为哥哥王永和一家提供住所 而这样的一张白纸黑字 对当时住房条件紧张的妹妹一家来说 的确是个分量不轻的保证 我不知道他说没说啊 反正就是办户口的时候吧 后来人家劳动局呢就说让我给写一什么呀 说他这三口人的户口 说的要是住房困难 说得让我写一保证 我给他提供住房 后来 后来我说的那天晚上他上我们家 他说 他说那个什么那个 说的说你得给我写一那什么 我说写一什么呀 他说的那个写一个说得让你给我提供住房 他说要不然我的户口上不上 王永复回忆到 对于妹妹如此尽心尽力的帮自己一家落户 他始终心存感激 在回京的头几年中 自己和小妹妹一家的关系 也没有因为距离而变得舒展 你看07年春节 08年春节 09年的春节 8月15 都是我 我都叫他 就是什么他户口落在这儿 我很知情 我很高兴 我特感谢他 他说每年到这个时候 不用到过年过节了什么 我都叫他吃饭 您的小妹妹当时没有跟您提过说 你户口落在我这儿可以 但是 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对您 那你说的 他没有什么要求啊 没要求 对 当时也想要跟他签一个写的 给他要我 不是当时 当时签 怎么签这协议 说实在的 还如果要 我如果知道今天这个结局 我这户口都不让你上 你都不回来 回来干啥呀 有一个分局里的那户籍所的一个女同志 跟我说 我说这小伙子 我抢你挺实在的 你这大舅子落这儿来啊 我跟您说说这个这个 以后的利弊关系 您得跟他欠一个 您跟您说说欠一个这个 约定 就是收留你 您知道吗 我就收留你 没有你别的权利 我现在恨的就恨的这个 我这也没卖后会药了 我应该当时咱就知道写一个那个 当时那时候我觉得挺实在的 是吧 不会因为咱也没想到以后能拆拆签 当初妹夫刘宝庆曾经考虑过 想要与大舅哥签署一份协议 以避免日后引起纷争 但也许是顾虑到亲情问题 这样的想法也便不了了之 07年写的时候你想想 07年写的时候我们家还没房子 我们家就是这67米的房不到67米 就这小三居 他还有一老爹90多了 我们都在一块一个儿子 因为他 他就是独子一个 还有一老爹没别人 我们家这不是又是独子女吗 我们是老少三代住这个房 当时我们家也没房 所以我就给他写了这个了 那会我也没房 我怎么给你提供啊 对不对啊 然而妹妹妹夫担心的事情 终于在四年之后变成了事实 搬迁来临 兄妹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日渐疏远 一年为什么不跟妹妹来往了 一年为什么了 就因为拆迁 拆迁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 你还理直气壮 恶人先高壮 房子是人家家的 人家的本主 他是09年拆迁 我是 你01年什么时候我跟他 那也说不上吵架 我跟他打电话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拆迁嘛 国家给你拆迁款 说实话 国家有一个目标 就是让你改善你的住宅 改善你的生活 对吧 我说你 咱们可以跟 多要一点 我就说那你啊 跟他谈 他多要一点 我说你多要点 你不是你多给我一点吗 是吧 我说我 我的户口在这儿 我执行回来 当时我觉得应该有执行政策在这儿 被拆迁的房子是谁的呀 我妹妹的 产权房吗 对 产权房 就是他的房子 房子为什么写我的名 他买断了 买断呢 单位就不管那个购买费 因为我们单位还能管 所以就转到我的名下了 我们事实上 出租房子 我们办的那个设计 我们一块去的 改名 就是由他的名 改成我 办完了以后 现在就老全的阿 原来一开始老全的阿 那你的名 就说是我的名 我的名你就有权利要 我的名 我的房从哪儿改的 我的名 您就是因为户口在那儿 我就是户口在那儿 所以在拆迁当中得到利益了 他不是得到利益了 我不是说得到利益了 我说我觉得就应该有 你跟我讲户口 人家拆迁办 可不跟我讲户口 据了解 在早年间 由于为大哥一家落户的房屋 十位妹妹的公婆留下来的 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 这处房屋过户到了 妹妹王永和的名下 而正是因为被搬迁房屋 彻底落到了妹妹的名下 这才更让哥哥王永复 感到有隐情 他老说啊 那房子你的名是我的名 是我的名 就是我的呀 说我妹俩要离婚 我还得那个健身出户呢 妹妹妹夫坦言道 当初基于亲情收留了哥哥 如今却意外的遭到对方 反咬一口 他们坚定的认为 自家的拆迁 与哥哥毫无干系 再说您一天没跟这儿住过 您要的我们那儿 才一年多的户口 一根筷子也没有你的 你说你跟那儿 要有一百块钱 一千块钱也好 你哥哥我们这拆迁款 我觉得就是我一分都没有 这个拆迁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您看哥哥那么多疑问 他说您从来不回答他 这是为什么呀 拆迁是怎么回事啊 人家就是按面积给钱 根本就跟户口没关系 一开始吧 还是什么呀 一开始拆迁 我跟你说拆迁是09年的 09年的11月份 他11月14号 09年11月14号 住了天台医院 CCU 住了11天 完了那个 每天吧也不让探望 完了下午就探望20分钟 天台医院后来那个 不是心脏吧不好吗 做支架做不了 后来天台医院转的安征医院 那个是11月25号吧 11月25号转的安征医院 安征医院12月3号 做的心脏大小的手术 12月8号出的院 完了就在这期间吧 就是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完了那个 出了院以后呢 那个没有几天啊 我哥跟我嫂子就去了 完了就说这拆迁的事 我当时心里特别着急 为什么我着急 我说我们家这么重的病人 刚从医院回来对不对 还没几天呢 你们俩人上这说拆迁的事来了 就我能受 我能是那个不生气吗 您觉得这个哥哥来了 不是来关心妹父刚大病出于 反倒来说拆迁 我真不能理解 在这之前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面与他 你都没有 我说我就是看着我们这四个人在这 你得跟他身体上 我说你 因为他是我的代言人 对吧 我有什么想法 我得都通过他去反应 但是他没有如实的反应我的情况 兄妹俩第一次谈到搬迁补偿时 就各执己见 互不相让 而回忆起当初 大哥为何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妹妹王永和说 这都是因为哥哥听了外人的一句话 大人也不是在哪儿买家具 碰上一个卖家具的 正好是 跟我们原来住的拆迁的这儿 还是街坊 什么人家跟人家卖家具 人家跟他说 啊这个吧那个吧 反正你跟他说了半天 反正都是对于他有利的话 我说你甭听他们那个 啊不对 反正我说行了 我说你也甭说了 你你你你 人家反正是他们那儿的说话的人 都是对你有利 你别听底下那帮人瞎说 我们理解跟我说 你这次你拆赶是回来正好 他这就是正好拆迁的 拆迁你你你还能拿到三十万 呃当时我说说 我都已经不是很了解 在那个时候 呃我我他说 但是你你你你得跟我们邻居吧 多多多多 我们都交到小三 他说你跟小三俩人得商量 是协调好了 一块去玩一块去找 把你的困难抢抢抢抢抢抢 你还北京市能能 适动不坏的 考虑 那给你点补偿 我最起码能让你买的 买一套经营士王或者什么房子 他的怎么听说了就是 我听说外边有拆迁户就是天南东门那儿 也就是就都就无一房改造拆迁那个 啊一夜护头多少钱 他老听人家那个 其实这样子我们都不啊 我们这跟那儿都不一样 正是听了邻居的一番话 加持自己是知青反经的特殊身份 大哥王永复坚定的认为 在搬迁过程中 势必会有相应的利益补偿自己 然而对于哥哥这样的理解 妹妹王永和坚决否认 并称对方是道听途说 此虚乌有 他也不是哪儿听说的哈 拆迁的时候有照顾 结果呢 他就跟人家说 人家拆迁办的那女的 人家就说了 人家说的呀 这个这儿拆迁 这不是违反改造 你要你的 我当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我明白了 那天违反改造吧 可能是有户口就有钱 可能还有面积 对不对 我说国家可能会在这个机会 会补偿的比较困难的感觉 就把他借了一心 我说这么想呢 是不是呢 可是我 不知道 我这么理解 郑哥应该是这样补偿的 后来就跟他说 他说你别想那么好 当时是没有什么矛盾 后来就说 对大哥听到了一些别人的一些话 就说 可能是国家会有一些相应的补偿给他 然后他就找到这个妹妹说 这个是不是有些补偿你没给我呀 您觉得妹妹有所隐瞒 您觉得她这样为什么要隐瞒 她是有什么目的吗 就是钱 那么首先 我觉得我想问一件事 您有没有见到拆迁补偿协议 没有啊 从始至终没有见过这个 我们和拆迁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是不是 没有 这份补偿协议你没有见到 宋老师我跟你说 我今天为什么上这来 就是因为从拆迁到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 拆迁里边所有的事我真不知道 我现在就需要了解这个情况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四个诉求 这个诉求 但是我为什么我想详细跟你说 那就是补偿协议您没有见到 没有 拆迁公司也没有和您一起谈过 没有 人家跟我说你这是说的什么 甭打给他 这是神经病的 刚说的 甭打给他 找点找点去 他神经病 跟他说不进话去 谁你都跟他说不进话去 拆迁是以什么形式拆迁的 比如货币补偿 还是房屋在补偿 拿房屋回迁 还是哪种补偿形式 你也不清楚 他货币补偿我知道 因为在有家里我们 就是货币补偿是吧 他是全货币补偿 那全货币补偿是针对 有多少居住 根据人口补偿的 还是根据他原先 房屋面积补偿的 你清楚吗 从目前看 因为我有一个拆迁 他有一个搬迁货币补偿协议 我有 补偿协议你有 补偿货币补偿协议 我有 那您还是有 拆迁安置协议没有 他距离怎么安排 我的房子我不知道 那补偿协议当中 已经明确的说了 这是一种货币补偿方法 对不对 那没有 那没说 论证这个东西 所有论证的东西 他没有 就是什么什么多钱 经常是这种情况 就是当我们拆迁公司 和我们居住的人 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 被拆迁人达成一致意见 只签订一份补偿协议 这种情况有 但是在那补偿协议当中 肯定会有一点 就是到底是哪种补偿方法 你比如说货币补偿 还是给你回签 是哪种形式的 这个您有吗 他没有 他货币补偿 因为我一开始 现在他也我觉得应该是货币 那就这样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问你 见没见过补偿协议 拆迁补偿协议见到过吗 没有 没有见到过 那您刚刚说的 建的那个协议 他是货币补偿协议 那就是补偿协议吗 不是货币补偿协议是什么 就是什么什么多少钱 什么什么多少钱 那就是除了这个补偿协议之外 您没有见到别的 没有 那有没有您也不知道是吧 不是你这房子是你的吗 那这房子也不是他的 咱那些那 平常律师跟他说话是给他的 他是解决不了 就上法院就完了 还跟那儿瞎耽误什么功夫 法院他不敢去 他把打赔了完了 我承认律师说应该是有 你推定是有 不是我推定律师说 律师说有 对 哪的律师 很不负责任那种说法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原先被拆的这个房子 是您来之后买的还是原先这个是你想 房子这个我我我我我我都承认 这房子始终就是他的房子 房子是你妹妹家的房子 对对对对对 那么在07年的时候您回城返城返城返城没有房 没有地儿落户口 妹妹让您把这个房户口落到这个房子里对不对 对 在09年的时候开始涉及的补偿 拆迁的问题对吧 对 而且签订了补偿协议是不是这样 他签的什么签订补偿协议我不知道 哦 那您见您只见过货币补偿协议 就这是可以肯定了对吧 货币补偿协议是我最近才看见的 哦 见不见到过 不是当初看见 现在带没带来 带来了 带来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好不好 哎 但在这份补偿协议当中并没有涉及到 就是我们共同居住人拥有的权量 他真的不是在里居住的 是产权人的这个房子做出的评估您看过了吗 这是对房子的评估是吧 对 就是说他评估 评估的是 评估完了以后它是一百七十多万 一百六十多万 一共是三百三十万平 一共补偿补了三百三十万 一共补偿三百三十万 三百三十万多 对 那您的顾虑还有什么呢 啊 您的顾虑还有什么 您认为这三百多万应该您分是这样吗 对啊 搬迁 这房子我们搬迁 不吝户口 就是一米多少钱 人家跟他 您分的理由呢 这房子是基于房屋存在房屋的价值做的评估 并不是因为有多少人居住评估的 这个财经 其实人家说什么这个 这个 货币补偿 他是按他的面积 按他的面积 动力评估按他的面积走 对啊 对啊 剩下那些 嗯 比如说你提钱了 他那边有吗 提钱什么的都都都 这是一种奖励方法 都是都有奖励 都是基于房屋的存在的 房屋产权人是谁 我一再问 房屋产权人我妹妹 对啊 对 那您为什么认为这钱您该分呢 我 为什么 因为我信了我们八口 我八口人的互互 他这里边 都他肯定他有 他有一个 就我听人说啊 他是有 有个人有 有按人口 按人口的补偿 对吧 你现在还不依不饶 这点事我 我原来说不来 我这心脏也不好 我说不来 我这点事既然你说 我就咱们得说 说清楚了在这上台 让咱们北京市 让大家伙都平平理 让你们做的 我刚刚为什么问您 有没有熟读这个补偿协议 补偿协议当中明确的写明了 这个补偿款是多少钱 这款项都是有哪些构成的 对不对 对 那么这补偿款当中 并没有涉及到说 共同居住人 每一个人补多少钱 对不对 这样他这张他没写 那哪上写了 那个主任也跟我说了 详细的探前协议三份 详细的探前协议有三份 您妹妹那有一份 探前办有一份 还有还有什么地方有 是银行那是哪有一份 您担心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是 不不不这个我不怀疑 那您现在担心的就是 您怎么认为 就认为这里的钱是有您的呢 还是说就认为 除了这份协议之外 还有其他的补偿协议呢 六十 他算六十七吧 有几个人的户口 八个人 八个人的户口 对 一共拆迁都得到了什么 除了您的这个优惠 购房面积之外 都得到什么了 他是全货币补 他全货币补 他全货币补 拿点钱 全给的是钱 对 只有您这有房是吗 对 您这个房是等于拆迁给您的 还是说给了您一个优惠的购房指标而已 他是拆迁的房子 他一开始他就是想要钱 嗯 根本就是指标 人家也说过给他指标 那会就是想要钱 为什么找人家去 就是跟人要钱去了 人家说我们这不是微房改造 根本就给不了 你微房改造对不对 有你面积有你钱 我儿子不给你 还跟你说 我这人最不地道 这不是微房改造 人家就是搬迁 我这协议上有 人家就是搬迁 你没在我们那住 根本就不论户口 你一天都没那住过在我们那 我因为我找这个专门说的这个事了 他批的 他说你妹妹 为什么不要房 因为你妹妹是全货币所长 你知道吗 给他的房子给你啊 这房子里面就给你的房子 说你妹妹肯定外边还有房 他肯定有房子 没房子他又要房了 尽管对于妹妹给自己购房指标的动机 心怀疑虑 但基于自身的现实状况 哥哥王永复 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购房指标 然而就在做出决定之后不久 一件麻烦式的发生 让哥哥王永复更加笃定的认为 这一切都是妹妹故意给他设的局 他又设了一个局 说你这个指标 就收回 又怎么怎么办 我一听我就急了 人家人天天把说了你 指标就收回 要不收的话 你得经历市有房子就拿掉 他不要人的话 你把你现在安理房子转给我的 说这个不能 原来与此同时 王永复正在申请经济试用房 而正是因为妹妹这个拱手相让的购房指标 让王永复彻底丧失了 获得经济试用房的机会 我妹公说的是 这房子写他的名字 我拿钱 这个中间我已经继续过了 我说这个不行 我说这个房子我不要 我就不能那么办 为什么呢 我说这个房子我不要了 我就不能那么办 不能说的 写了你写你的名字 我拿钱 然后五年以后过货 我这不办 我不要这个房子 他的那个购房指标他还能拿 他拿不到了 原来购房指标 原来他 他就是我们给了他这房子 他原来那指标他就不能要了 只能要一个 他是什么呀 他原来吧 申请的那个经济试用房也是吧 他就不愿意去他放弃了 不去 他说这那怎么办啊 新的房子我本来也不想到了 就退了 没钱了 当时买房 我买房我拿钱 在买房之前我就问我开发商 我说算你来去交钱我需要带什么东西 他说你要带四项东西 身份照 购房条 政府批文 拆听协议 您要知道我 我拿这个交钱 你这让我等了多长时间 我得等了好几个月 长不长 我因为我行我不了解 我着急 我因为我需要房住 我这四个人挤到我妹妹那 那个房子占着我妹妹的房子 人家是不是经历所事 问问问问问问网友说 我跟他说过嘛 我说我当然在那长住 那不是长事 人家已经人摆房租住的人可以挣钱 你等多长时间 你等多长时间 你找得着我吗 你得你找拆监办 你问问人家怎么让你等着 你问问他们开发商 为什么不给你钥匙 你问得着我呢 你想说您等了几个月的 原因是因为您的妹妹给您阻挠了是吗 不是他没股 那您这几个月是怎么等的呀 我就等着着急 我一开始办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就问你我真不忘回答 一开始让我写这个购房条的时候 在这之前 谁让您写购房条了 拆圈办的呀 在这个之前 拆圈办的人找的您 不是 谁找的您 我妹妹啊 那不就得了吗 他跟我说 他说 让你那什么 对了 这个购房条还不是他跟我说的 还冰呢 你说瞎话 他就冰不圆了 你看这瞎话 我上去找拆圈办的人 我就问问这房子怎么样 什么时候下来 说你等着吧 到这以后拿出来一个条 底下写的是购房人 上面是空的 我说这个条怎么空 为什么空白的 他说这是写黄号的 我说写方号 这楼底下就那么近 写上方号 我带着签子不也行吗 我妹妹就说了一句 你怎么那么多事 给了他指标了 跟他说的 你用37万的 经济试用房 给一指标房 多什么呀你说 何乐而不为呀 三个购房人都是谁呀 我呀 都是您 对 因为三个购房条 他这三个条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他用在哪了 我一个时候很犹豫 我说按手标 我说我签了没 我按了手标 你这是空白的条 你按上吧 我们就是那什么 我们 你怎么那么多事 你按上吧 有我在这你怕什么 就是我现在买房的手续 包括到现在政府的皮 我那小条都用在哪 我无防住 我现在都住了我妹妹 我叫她没有房 她然后写你得写没有我是知青 我就写了我是知青 就给把我妹把我住的我大妹妹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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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那个房产证也付应了都给她吧 您觉得您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明材料 对 不知道都起了什么作用 对 您的妹妹跟您解释过吗 没有 您的所有的疑问她没跟您解释过 没有 我基本不知道 哎 我跟你说还不是说一个人穿的 别说了 原来别跟我的争房子 你看她那个亲家 你看她那个亲家啊 哎 自清达理的 什么人情关系 人家都都可能肯定都都得懂 人家说她不嘛 根本就不管用 现在还恨人家 为什么不解释 那您这种房子 是搬迁还是拆迁 搬迁 搬迁 这房子我们搬迁 不令户口 就是意义都是钱 人家跟他他呀 找拆迁办的 人家说我们这个 不是微房改造 嗯 我们这是搬迁 不是微房改造 对 那么有这个规定的时候呢 但是并不是说 有这个规定 我就能说 我拿我原先产权人的钱 去买这个房子 不是这样 你一定要理解 这个房屋产权 它是被拆迁人 基于房屋产权 房屋的产权 得到的一种货币补偿 但被安置人当中的时候呢 享有的权利 和他拆迁款 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这么说你解 你能不能理解 我特意明白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我的钱 没有对 对 为什么 我一再说 这个拆迁款是基于原先 房子得来的钱 但因为你在北京 把你的房子拆了 拆了之后 一定有保障性住房 如果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 你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 但不能说什么 但是不能说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的拆迁款 就得是买保障房的钱 你现在用三千多块钱 买了一万多块钱的房子 对不对 对这是两个法律关系 你属于被安置的对象 您可以这样 你有条件 这个房子本身就是 它本身就是保障房 对啊 那如果不拆这个房子 有排队 排队摇号摇过去了 也有 如果不拆 对啊不拆这个房子 是不是你不符合这个条件 你可能也符合 你也符合 但是摇号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就是你要参加 并不是这种 因为拆迁得到的这种保障 对不对 那个房子指标 你给了他们吧 我们就 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么现在我想说一点啊 王先生的意思是 所谓这个房股困难补助 是基于他的身份 我现在我不 你不要这么说 我没这么说 我现在 但是您 您听我说 您之前跟我说的一系列 包括您说您开了 大妹妹家的房本 您的知青的回程的证明 我今天来的意思 就是想通过你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想证明一下您的疑惑是不是真的 您最起码有 也不会疑惑是真的 我希望拿出东西来 您最起码有这方面的疑问吧 你就说了 那房款 您知道吗 一丝也没有你的 都是我们家的 是吧 你说您那跟这儿是疑惑 您还叫什么针啊跟这儿 对于在搬迁过程中 产生的所有补偿费用 哥哥王永福表示 他希望看到具体的补偿详单 因为他猜测 这其中一定含有专属于自己的利益 您有没有疑问 我当然有疑问 您现在是不是想证明 这是不是因为您知青的身份 和您被防住的事 我现在没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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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理解您那个说法 您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个防补上 和这个困难补助费当中 包括不包括你们的 包括您的 把你们一家人就得 要把你们一家人要走是吧 我跟你说个 是不是这意思 为什么今天能到这儿 这两年多 为什么今天我专门提这个钱 你现在也 现在也把这份重担放到钱上了 这就对了 我现在就是非得追悟行 包括到今天 到他那时候 我说办吹睡的时候 我都没提过钱 我没在你那住 一天都没那住过 在你那 两年了到现在 我从来没提过 这次又刺激太大 你落脚才落了一年多 你弄一套房 现在你还怎么着 是给你一套房 你这妹妹你得谢谢你这儿 你说现在你还要钱 钱一定要弄清 一分钱我就都要 现在就是 但是我现在开始说 可能是 心里心里比较激动一点 一分钱我都得要 你三十多万买的 有这么便宜的房吗 两居室八十米 你说你这儿 现在出来 你还他还这儿 一夜的钱穿下来了 还要钱 您跟我们说说 这刺激是什么 想来看我们那儿 我也 这是 这有多长时间 这有多长时间 这一段时间 我也通知我去办 那个什么 就办那个 减免 就是说 气质减免 嗯 气质减免 其实我挺挠头的 有些事我真不想 不想再找他们 这又没办法 你既然这房子 这国家有 有这个东西要减免 那我还必须再找他 他呢 我哥也给我打电话来了 刚说的那个 我得退退税去 我说退退税 我说我哥的 你拆新办这儿了 我说都八个月了 还没给我退回来 他说啊 他说那个 我这退退税 他也得用那拆新协议 得用那个 得用那个什么的 得用这个正式的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就跟我也说了 我说你看 我说这个 我说我还真没有这个原件 但说一件不行 就得用原件 你才能办 没有原件办成了 明白 气质减免是需要提供拆迁的证明的 是吧 对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 那你 你找你妹妹要啊 我就打电话了 第一句话 这我能给你用吗 这个态度可以说 说实话 我不能接受 这我能给你用吗 我说怎么了 为什么 你给我弄成这样的 你还 你还要用这个 我说那你 那你不让我用 我前面我怎么办 我没法办 我还得办哪 人家拆迁办 早就说了 你知道吗 这个第一套房退退 就退一套 不是吗 完了人家拆迁办还说 你们家哪套 那个睡多 就退哪套 其实在这之前 我也已经问过 我说这事不是那么回事 他这个东西 和这个房套 房的一套 一两套没有关系 只和你的拆迁办又关系 人家拆迁办跟我说了 只能办一个 我说的哈 这四千八要退了 不是吗 我说四千八都给你 我说我不要 您的妹妹去要 这个拆迁的证明 他不改 是吧 您的妹妹不给您 是不是 对 不想瞒缠不将领 哥哥王母次说 前几天 妹妹间接拒绝了 提供退税的原件证明 这让她又一次受了大刺激 而有关退税的整个过程 兄妹二人也是各知一词 大哥认为 妹妹不肯把手续原件交给自己 实际就是担心被自己抓到把柄 那你拿这个药物去告我呢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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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 我拿这个去告你吗 我说 我跟律师 我跟律师说 我今天 今天跟律师说 你得去处理 我还用你这个业东西 我说她非要退 就让她退呗 我说 我说四千八都给她 她都不干 她就得退她那三千七点 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毛病 往后来都拿走退的 如今过往的世事非非已成往事 留下了无数的猜测与怨恨 此时此刻 坐在第二现场的妹妹 王永和夫妇 决定再次走进第三调解室的第一现场 现在来到第一现场的是 妹妹王女士和妹夫刘先生 欢迎两位 刚才在下面听到了 哥哥关于这个 他的一系列的疑问 其实都是围绕着您家房子的拆迁 对吧 您的哥哥刚才说了一点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提供了很多什么大妹妹家的房本 他自己知青的证明 其实啊 这都是干嘛用的呀 这个啊 他不是没房吗 人家人家为什么给你这指标啊 对不对 让你让你可以转那个 可以把我这个名那个转给你啊 人家得改名去人家 人家得改名 你证明你没房人家才能给你呢 你有房人还不给呢 这这这这这都不明白啊 我这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这一点您跟他解释过吗 这一套房啊 他也没问过呀 我这怎么解释啊 他说你不是有一点吗 插槍我我给一点啊 您的这都是您的钱 就不那么高 平时我们一块吃饭都是 啊你吃喝 啊 他不管说了,嘴里说啥的啊啊啊啊啊 跟他没什么事儿 您这房子就是说咱们一米四万八乘于您的米数 跟他没关系 四万八四四万九千多 四万九千多,是吧 你大舅子一没住你这儿 二来一分也没有他的 完了他住没住呢 他一年多就弄一套房 他说不够那什么,不够条件 这房子得就扣回来 给我们老爷子现在回来想住呢 你要打罐子他不敢打啊 现在 他说叫好李公主啊 我说你听我说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呀 这拆车和你有用你什么事儿 你不就户在这儿搁一下吗 有你什么关系 你怎么 你打罐子他就花钱 现在到早上他一听这儿 他跟这儿说了 咱们这儿跑这儿来了 这不要钱弄了什么 他不敢打 所以说呢 一点的跟他关系都没有 比如我们够照顾他的 我说你听我说 我听你说什么 这有你什么关系 老是这句话了 而且不让我说 我们没有蒙尼也没有什么的 我们这个三百多万吧 我跟您这么说 我这可以漏了家底 在拆迁的过程当中 从始至终有没有提过 就是您两口子有没有提过说 给哥哥一点补偿 说过这话吗 说过 补偿原来说过 我是适当的给点 说过 我说的那个那个 因为我们大姨子 我们给的钱子 完整人情道理 我说适当的给你点 您这适当的给 是个什么意思 基于什么 我就是 就是我这 我从我们的房传里头 我说 我不是说给你这补偿东西 是吧 你刚才那亲情的关系 我我我我 我我一会吃饭 我说过 对您要是按照亲情的角度 一会我们调解的时候再说 您是否能实际上给你的一些补偿 我原来说过这个 原来现在给的那个房子呢 你现在挣的已经一百多万 比我们挣还多 我就不给你了 你就可以了 我给你个三万两万呢 说来的你这你这什么吗 我给的我们大姨子是两万 人家大姨子不要 我给你也两万 我两件的平了 我就这两万块钱 你给我多少钱 也救不了我的穷 哎呀 还来这么一句 说啊 人家哪哪拆迁 人家一平你给七万 我说哪啊 后来我一着急 我说 我你要多少钱啊 他干什么的 我要一百万 当时气得我 一句话都没有 我跟你说吧 我说你赶紧走吧你 让我生气 气死我了 你给我开下一百万 我说我不是 你开下一百万 我说你要 一百万开 我说要不了 你要你不能要我 我说我要 我说我要不来 一天天不来 要不来 我再不算了 那以后就没我的事 我要要了 我要一百万 我可是一天要 那一次的交谈 双方不欢而散 随后 在之后的一次聚会上 妹妹再次提出了一个新的补偿方案 一块吃饭 他说 哥 凑过来 哥 我给你二十万行吗 他说行 我说你 你净哪家立吧 你能给多少给多少行 我说挺好 二十万就二十万 三十万 都挺高兴 走了 过了有一个星期 跑到我方浪 找我 说我没带去了 你这边 小兵 我去坐 对 我给你十万行吗 我说行 我给你十万也行 我说你给我三万万 八万 八万九万 几万都行 没关系 我说我跟你争的不是钱 我跟你说 我呀 我是傻 我这人 你知道吗 但是我还没傻到 我的钱 拆迁办 给我多少钱 我还不知道呢 我先赢给你二十万 我还没傻到那份 在此之后 妹妹妹夫认为 当初承诺给哥哥的 十万元补偿费 也因为将购房指标 赠予了大哥 而予以抵消 然而 这让大哥王永夫 再次产生了一种 上当受骗的感觉 随后 兄妹之间的矛盾 发展得愈演愈烈 刚才您哥哥在这上 提出那个 他有四点 想证明那四点 他有没有跟您 就直截了当地去问 比方说第一点 就是刚才我们 宋律师提到我 就说这个 问我没问过 没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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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说问 他都舔了 你说他舔两个人 为什么呀 我们家人没有这样的人 现在我要问的就是 您就直接回答我 然后他其他那个几点 看来看样子 也没有直接跟您 之间沟通过 是个意思吧 没沟通过 他都不上我们这来 我们是国民舍的 不管怎么事 是哥哥吧 对 一次 两次 三次 后来我就跟我当面说了 我说 我说我这三次吃了 我比方说吃了够可以的吧 你说他一直 那我刚才 他在场上 我听的时候 他一直都是电话 跟你们沟通 是电话 他都问什么了 他问什么的电话 他不来 不是 他打电话 他就是找我 我明白 他有没有跟您 曾经问过 人家 我我我问人拆迁办了 人说这个钱都不是他的 都没有他的 都没他的 不 您现在得回答我 他有没有问过您 没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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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拆迁 我怎么问呢 你打电话 你招什么急 拆迁办 拆迁办 是为我活着 您家还有一个钟立芳姐姐呢 他在这个事上 是什么态度啊 我姐姐管不了 我姐管不了 没意见 他有意见 他也说过 他也管不了 谁没人听到的呀 他劝过吗 劝过没人听到的 都怎么劝的呀 他怎么劝 我也不知道 劝过您吗 劝过您 我当然不服气了 那您就别说您哥了 就是您姐劝谁都不行 劝他 劝哥哥 哥哥不行 全家您也不应该 对我就没闲着 我说我都猜到了 你们闲着 八个月 房子没信 一点信都没有 一个人就在态度 我脑子气 我就要命 最后我没办法 不行 那你起诉吧 那我怎么办 我想弄清楚 必须得起诉 那他要没有问的话 你们之间 为什么关系 现在这么僵 他呀就是 那个 一二年年底的时候 他不是想上法院 起诉我吗 完了那个 就因为这个 僵的 后来 有一次 因为我要起诉 我这小孩的 账不良 还有我妹妹 就把他劝说 他那个大儿子 说让他大儿子签字 把他那大儿子不签字 赵老板 这七年多点说了 就别呢 他告不了 他不去了 他给人两万块钱 马上说 打个水漂了吧 他们家老大 你知道吗 他要想告我 他们家四伙人得签字 他们家这大儿子 不签字 你知道吗 不签字 回去跟他那个 丈母娘说了 因为他大儿子 在他丈母娘那住 回家 这这老两伙知道了 就想说了 说不出 劝他 说不出 妹妹说 因为诉讼的是 他自己的侄子 都占到了自己的阵营 而如今 面对大哥重判 亲离的境地 他暗指 实则是有人 在背后挑唆 他就一胡子 不讲理 再加上他那个 那个媳妇 你看他的媳妇 媳妇不洗好恶 好 更坏 就不是贤妻良苦行的 你妈干你 媳妇在那个徐州 就他们这一家子 跟徐州 这个谁都不来吧 就他们的 他儿子都说 二哥的 二哥 说在徐州的时候 就闹得谁都不理谁 说的你看 刚来北京几年呀 又打成这样了 他不讲反战 你根本跟他说不进话 但现在根据法律规定啊 这一块 是给他那个房屋 所有人 和共同屋 和使用人 但他哥哥 也不是那使用人 我觉得他还有一点 他一问就是这个 给他这个精识防止标 因此 对于他的要求 从法律上来说 是基本不能站住脚的 而对于最终获得的 购房指标 实则是王先生 占了妹妹家的一个便宜 其实应该是一大家子 来去享受这一个指标 但是人家把这指标 都给你家了 其实他应该是 占了一个很大的 对 现在就要颁布这个来 必须得明白 你没有这个享受的权利 现在他是拧巴着 坐在家的思想 那不就是说 我既然户口在这 我拆迁的时候 你们考虑这个 就得给我安置 为什么最后能出这个指标 如果说这个不是我的 你妹妹凭什么给我 她有这种疑问呢 大哥王永复坚定地认为 自己一家四口 户口落到了妹妹家中 经过讨论 调解嘉宾们一致认为 在现阶段情况下 首先需要做的是 扭转大哥固有的思路 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 以及相关政策 来说明问题 最后调解团队 决定分别与双方 进行单独交流 我给你念一下 这个第四条 拆迁人就是指 就是指已经取得了 房屋成立许可证的 建设单位和个人 必须依照条列的细则规定 这个知道吧 不知道 那么对被拆迁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的被拆迁人 就是指的是什么 被拆除房屋 及附属物的所有人 或者使用人 这我知道 那么现在就是拆迁条例 已经明确的说了 哪些人是属于被补偿的人 怎么规定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第四条规定 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对被拆迁人 给予补偿安置 被拆迁人 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其中被拆迁人 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 或者使用人 而显然根据这个规定 大哥并非属于被拆迁人的范围 律师已经就相关的政策 这是国家定的政策 您想说不想说 他写文写的很清楚 他那妹妹挺想的的 不是没法改造 我就争议这点 就是告诉你这么一句话 拆迁就是拆迁 搬迁就是搬迁 那么我现在退一万步讲 就是说现在 你那个房子 为什么能拿这么大房子 您知道吗 不知道 您真的不知道 那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 北京关于安置房是有规定的 那么你们家是因为基于被拆 就那个户籍户口 有八个人 所以才给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在拆迁过程当中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有补充 如果说按照 按照条例 我有大病 他有大病就能补充121万吗 有可能啊 这是拆迁条例 有可能啊 这是拆迁条例规定的吗 那协商的 不理想法 对啊 协商啊 对啊 协商 那为什么不让我协商 为什么当初拆迁不让我去协商 为什么 如果我协商了 如果我跟拆迁买协商了 我没能够 那好 你听我说 我觉得 他还走不去 他还有误区 你听我说 首先一个前提 您是不是被拆迁对象 这刚才 我一再说的时候 您所谓的哪个条件 您是不是这个房屋的所有人 和使用人 首先只有这个前提 您有这个前提 我才能去主张这个权利 所以人对你说不着啊 我们老少三辈 没房 老头也没房 我们老少三辈的 肯定有 老少三辈 老头还没房呢 老头没房 你不能剥夺我们老头的权利 儿子也没房 你就挤在这个 这三小尖里头 这困难是给你的 他就觉得 他就是 享受卖鱼 其实主要是 根在我这 就这次拆迁处吧 人家根本就是不按户考 就是按面积给钱 他明白 他跟您那儿穿着 明白跟您这儿装 人家得给轰住 人家看 一米多少钱 这个东西 你们之间可能缺乏一些交流 就跟你妹妹之间 这个没有毛病 你那么想 你那么想我也理解 我是不是缺乏交流 是他不交流 经过调解嘉宾 对双方当事人的单独沟通之后 调解团队与王家人 共同返回第三调解室的第一现场 在一番推心致富的劝说之后 一家人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情景 刚才我们的嘉宾经过了一番会商 其实我们认为 王家的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复杂 但是鉴于这个大哥 对妹妹和妹夫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我们现在也想给大哥一个机会 在现场当面来问一问 您到底有什么想知道 他们没有告诉您的 您现在可以问好吗 一个就是 就是我买房的时候那个手续 我家建 政府政府批文是怎么批的 拆迁协议是什么 还有一个我那个就是那购房条 在哪 你说吧 不是他说那个 内容内容是什么 内容我现在要的是内容 要的是内容 你要这个人家拆迁办 人家不给我看啊 我哪知道 我们没见着过 其实我还叫你从大叫哥 这个在我们手里吗 人家这扮手 这都是扮手 你说我们叫这么一张这个 你还说是假的 他要他买房的手续 人家那哪有啊 买房的手续 人家拆迁办去办去 人家跟我没关系 人家根本就不找我了 好 你说这儿呢吧 你这是这儿 我交钱的时候 我交钱我都 那你交钱我更不知道了 这当然你不知道了 我去交钱 人家通知我拿钱 交钱 到那儿交钱 我就问他 我说的那个 那个协议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皮纹 我能看它吗 不能 我为什么 他说人家打电话了 你不能让你看 这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这是我都不知道 我不调 我不调 一文三文之后我就不调 我跟别大爷说 如果他要说 实际说一文什么都不知道 咱要这么说的话 我不调 直接就倒下了 就跟哪天就跟哪天一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没有 你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 我问你 我说你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困难补助里边 那个都是 都是什么那种 你不说不知道 我只是大病 有老头儿 瘦尔大 现在我也就 我也问了 人家去那院 都是拆监过来 人家说 根本瘦尔大 跟这没有关系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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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他有病 他那个什么 不是 你先说说 人家这个拆迁 是本着什么拆迁呀 咱们别提那个 别提 干嘛不提 你这次 从一个就得提 你得提人家的证法 好 你说 人家的证法 就是按面积给钱 跟户口没关系 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给户口的 对 按面积给钱 可以 你说的对 按面积给钱 你拿了吧 160多 哦 是你拿了吧 不是 你呀 你这账 你呀 你别这么算 王家富 不是 王家富 这一分都没你的这里头 这里头房也没有你的 你别这儿是这钱拿钱的 是 什么都没你的 这个这里头 你听着我说 你听着我说 你说的人家是租的房价是吧 160万 是吧 平租房 160万 你比如说 你 拆监办给你160万 你搬走吗 我这房就值160万 你搬走吗 但你肯定不能办 那还是的 你不能办 我当然了 我当然不能办了 你得有申请吗 要那是吧 我要什么呀 你得跟要 你不要 要不然 我要什么也没有你的 接受你 接受你四个人的货帐 对对对 这你就得了 你说过 你一年你就走人 你在分局 你说过没有 我让你欠字 你欠了吗 那女警察 那女警察 女警察跟我说的 我说你哥 我哥咱们欠个字 我说欠个字 咱们以后 人家说过 人家说过小伙子 什么时候 你把证 我拿来 我找证 你干嘛 也许是悔不当初 事到如今 反而觉得自己 好心帮哥哥 一家落户 如今却酿成了 这样的结果 三人刚刚同时落座 妹妹妹夫的情绪 就显得颇为激动 其实啊 几位啊 都平定一下 其实啊 这事在我们看来 特别简单 那么多的疑问 到底 跟这件事情的关系 有多大 咱们让律师再给您 解释一遍 好吧 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一遍 就关于拆迁条例的 具体规定啊 那么拆迁条例当中 已经明确说了 拆迁人 拆迁人就是指拆迁公司 开发商委层拆迁公司 拆迁人 必须依照条例的规定 给谁补偿呢 跟房屋的所有人 和共同的居住人 达成一致的补偿意见 同时按照这个协议去旅行 因为这为什么 本案我们刚刚已经了解过啊 说房屋的所有人 到底和你没有关系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居住 这两个条件符合其中一条 你是属于被拆迁 被补偿的范围的 那么本案子的当中呢 它又是属于货币补偿的拆迁 对吧 所以我们认为 它这个法律规定的很明细 不管是几号文 它不会违反法律规定的 是这样 刚才呢 我跟这个 王家这个妹妹和妹夫 也沟通了一下 我觉得呢 王家大哥呢 他虽然回到北京以后呢 把户口放在咱们这儿 咱们呢 也是出于是自己家人 来去接收 帮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这咱实话实说 对 然后呢 其实这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良好的 一个开始 本来应该两家人 走得特别的近 这才是对的 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拆迁 拆迁很多东西呢 至于法律条例呢 刚才我们宋律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我在这里 我想说的就是 双方的沟通 还有在这个房子上的 拆迁的一个认识度 本身这个房子 是吧 应该是谁的 然后呢 大家应该 享有什么样的一个权益 我觉得做的 应该好好的 把自己的想法 说清楚 对方呢 也应该拿出一个 坦诚的心态 然后解释清楚 就是对的 这样的话 您听我说 一定要说实话 您先听我说 解释清楚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就会减少 很多的误会和麻烦 宋律师就房屋被拆迁 和被补偿的范围问题 再次进行了明确解释 心理专家赵维刚 则对兄妹二人 给出了建议 那就是双方都要学会 坦诚和直接的沟通 而您这边呢 我觉得 您的这个声音啊 还有这个态度 虽然有可能 您是习惯性 说话大声 但是很容易 也给别人造成一种误解 就是哎 怎么我问你个问题 你就这么不耐烦呀 是吧 哎 您 他要什么东西 咱有的 我就买在这了 你不是有吗 您这 哎 你看我这有这个 您小姑补偿协议 我给你放在这了 您看不明白 你问我 您要看不明白 这事过去了吧 过去咱再说下一件事 咱们把这事啊 一点一点的慢慢沟通 毕竟还是兄妹 你说钱重要还是情重要 这个东西咱们自己来衡量 如果说把钱看得太重了 那亲情不要了 那最后分的太清楚了 只不定谁吃亏 谁占便宜 这咱先说这 对吧 但是把情放在前面 我觉得大家心里都到一平衡 这样的话 以后相处的时候还会好一点 谁没个难事 今天为什么上这来 为什么上第三条街市来 我也喜欢看这个 我也看了很多 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宗旨 也是一个社会维稳 再一个是社会和谐 家庭和谐让大家都能 和和清晰的生活 而且调解很多很成功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问嘛 因为我没有 这我不知道 就跟刚才一样 我那个协议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对美看不见 没关系 我就说当时就是 后来他就说 他说 是我不让看的 你那手续给送你 是我不让看的 我说你当时 我跟说吧 我说你要是早这么说 咱们何必 我说的是这拆迁协议 是啊 我知道 你说了吧 没说你买房的手 没说你手去 你老子 跟买房手去 你手去 也说什么呀 即便是妹妹妹夫 一再强调 除了这样一份 搬迁补偿协议之外 再无其他任何证明性文件 我们依然能够从 哥哥王永复的言语中 感受到 他心中依旧存有困惑 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大家第一个 以一家人为前提 亲亲海带 亲亲海带 好好在一块商量这个事 不明白的 咱们可以 兄妹之间交流 妹夫跟姐夫 跟那个 大舅的交流 可以都可以交流 不清楚的 还有可以 有清楚的地方 是不是啊 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事 现在在场上 算是说开了 这事算说开了 我建议你们 不要以后老是 当电话联系 咱们呢 找个合适的地方 不是还有个姐姐吗 是不是啊 我姐姐 还有个姐姐吗 能不能姐姐 把你们都哪一块 坐 咱一块坐一坐 好好的 上来上去 讲一声 是不是啊 多接触 人就有见面知情 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调解员 和律师 在现场 跟您讲了一些 法律上的问题 然后也跟您讲了一些 普世的道理 可能一时半会儿 双方都觉得不好接受 但是我们说 还有时间呢 那么长的时间 摆在后面考验人呢 对吧 遗憾的是 或许是因为 哥哥脑海中的 固有思维过于僵化 面对调解团队的 再三劝说 一时无法接受 心中还留有 诸多疑问 调解当天 雄妹二人 并未对搬迁补偿一事 达成最终的一致 过这一个案例 我们看出来 它这一个家 本身是基于情 引起的 妹妹当时 看到哥哥在外地 完同一妹妹的哥哥 把户口落回来 落回来 这是基于一份情 情情 也基于一份爱 那么我想 这份爱应该传递下去 就在节目播出前半个月 栏目编导 接到了妹妹 王永和的电话 在电话中 他告诉记者 大哥王永复 已经决定 通过诉讼的方式 解决兄妹二人的纠葛 或许 对于王先生来说 只有法院的一锤定音 一指判决 才能够彻底解开 他心中 那个解不开的心结 感谢观看